打开天窗,脑洞大开 在火龙果宇航科技公司的科研室,周董方博士正在研判新开发的动力波宇航推进器的研发进度 诶,方博士啊,照您这样分析,我们这次重大突破应该很快就可以进行实验了 董事长,是的,我估计在三个月内我们就可以完成各部分的组装,进入实体试验了 若实验成功了,这下可要举世震惊了 哦,对了,方博士,你看这部举世首创的重力波推进器是咱们宇航科技用了三年多的精心杰作 所以啊,万事都有因 您言下质疑是 你们信上帝的说万物都是被上帝创造的 那么我请问你,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呢?因为万事都有因啊 哎呀,董事长,您这问题有点刁钻 看看您是否同意我以下的看法 按照定义By Definition来说 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通管者 如果他居然是被其他某位创造的话 那么原先以为的这位就绝对不是上帝了 我们反倒要去认识这位创造他的是谁 其他的就以此类推 这点我同意,但以此类推又会推到哪呢? 这就好比一辆火车有好几十节车厢 每一个车厢都被前一个车厢带动 我们从最后的往前推论,一直推,一直推 当推到第二节车厢的时候就发现 第二节车厢是被火车头所带动 而火车头丝毫不靠其他的东西来拖动 因为它就是整个火车动力的源头 它带动所有完全主动 火车头就是火车动力的第一因 所以你们基督徒所信的上帝就是那宇宙的第一因? 正是如此 上帝就是那使万有产生的第一因 这个我要好好地想一想 也许多吃点 有点减三分钟 就像是要那样东西 对方做一样东西 我们上帝就是那种程度 我看到火车的火车 太阳了 太阳了 火车的火车